地上的路是白色的 這裡是叫做一個白色道路 為什麼是白色的 好 仔細看 這是扇貝 因為這個貝殼就是沒有什麼作用 把那個扇貝挖起來之後貝殼要丟掉 他們就把它磨碎 然後就拿來鋪這個 這很漂亮 我們到這邊 哇 又可以看到海 可以看到那邊還有那個逆高富士 然後這個白色的滾票 它有一個農道 我們這樣過來 到旁邊都是農田 然後在當時的機車地圖的旅行的封面 就是有這個地方 然後大家說 哇 這是哪裡 對 就越來越多人來這邊拍照 好 來 自己點勝出 聽完大概就長這樣 是誰 還挺貴的 目前還可以從台北到高雄的那個償道費哦 空港人員は2,290円です 例示又はカードで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確定点 你如果这样看出去 你会發現 如果地上有雪的話 這邊你是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 就是 地上的表現的 那 所以有雪的時候 要怎麼做 就是他會用這個 去指示你的道路邊線 那你其實在路上市區 看到那個一根一根的 那一個 紅白紅白的 那個也是指示道路邊線的東西 那講一個比較有趣的 就是這一個 這個 這邊其實做的蠻好的 它把它收在道路底下 所以看不出來 但是這個是防雪板 這個還蠻有趣的 它這個是折疊式的防雪板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可以把它這樣抬起來的 然後這個抬起來之後 它把那個板子也拉起來 它就變成我們整路上看到的那個 防雪板 OK 那個妖娜 這個媽媽在� export 好 就是打到 我們到了極北點 我們現在等於是說騎了兩天 我們不早晃騎到這一邊 日本本土的最北端 很荒涼可是蠻美的 對面可以看到褲葉島 現在是俄羅斯的屬地 有這些島嶼就是他們有領土糾紛 然後這邊有一個武士的巷 它叫尖東陵杖 它是日本第一個渡海道對面去的 它這邊有最北端的廁所 最北端的商店 最北端的廁所 還有一個最北端的驕傲站 日本人就是到了過年的時候 他們就是要找第一道曙光 除了在極東點以外 就是這裡也是一個很熱門的地方 12月31號 都來這邊搭帳篷 就是最北端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傳說 就是這邊 大家站在這邊的時候 你往這邊看 這邊是日本海 你往這邊看 這邊就是 惡霍之客海 惡霍之客海 就是 因為很曖昧 剛剛另外一位大哥有問我說 這裡是日本海還是惡霍之客海 我有點回答不出來 沒有 你就站在這邊 這邊 這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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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霍之客海 就這麼簡單 OK 好 我們現在來到中古甲的中古秋陵 就是在中古甲的上面 它其實是有一個小山 那現在這邊很特別是 大家可以看到 地上的路是白色的 這裡是叫做一個白色道路 為什麼是白色的 好 仔細看 這是 扇貝 因為這個貝殼 就是沒有什麼作用 把那個扇貝挖起來之後 貝殼要丟掉 他們就把它磨碎 然後就拿來鋪這個路 所以很漂亮 我們到這邊 可以看到海 可以看到 那邊還有那個 依靠富士 然後這白色的路 這也是 日本人騎車的 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這邊原本不是什麼景點 但是就是它有一個農道 我們這樣過來 旁邊都是農田 然後在當時的機車地圖的旅行的封面 就是有這個地方 然後大家說 哇 這是哪裡 就越來越多人來這邊拍照 我們終於到了最東端 納沙布甲跟四四 然後像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滿多的那個鯛魚 就是說他們覺得 它的那個土地被佔領了 北方四個島 在以前的叫做阿努伊族 還有一些那個族群 他們其實有些都是 從那邊被牽過來的 然後所以以前 整個北海道叫蝦伊阿努伊人 然後只是後來呢 因為和他們的黃民化策略 然後把整個北海道的這些原住民族 全部統化之後 就是你再也看不到那些阿努伊族的 那些語言文化這些東西了 所以他們有一些 有沒有看到什麼妄想 就是他們當年 從那北方群島牽過來之後 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只是好像他們現在還會有一些 同商同行跟那邊的人 就是會有一些交流啦 好來來來 奮發證書 不是幾點 好 然後你先拿兩個了吧 對 感受如何 好好的 好正面 來來來 好 我們景色是真的非常的美 對 那種就是真的要眼睛看過 看影片雖然能感受得到 可是真的 真的用眼睛看過 你會記在你的腦海裡 那真的是 一定要親自體驗過 才有辦法 那種感受 對 吃起來很舒服 風景很漂亮 就很推薦大家來汽車 好來 四集點證書 拼完大概就長這樣